今天这个家庭会议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不知道啊 知道就好 相信你们这几天也经过了深刻的反思 啊 怎么了 哇 错了 不应该给我接打电话 啊 不是 你拿打枪啊 何春 到 你不是一直想当家吗 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 组织这个反省大会 一定要不辜负组组织的期望 那我就先说两句啊 在我的当家作主之下呢 以后向你们姐弟俩这种打架的行为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听到了没有 说重点 那个 亨江 给你姐道歉 姐 听我自己在反省 我深处的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 我查资料可以等你学习完以后 我再查 而你正处于初衷的关键阶段 我不应该做出跟你抢电脑 你让你学习的错误行为 而且 找些偶序 我身为地主 更不应该做出跟你没大没小的打架的行为 姐 我错了 对不起 没关系 其实我也有错误 我不应该用电脑弄成时间 哎 这就对了 这才是我当家之下的合家家风 知道吧 以后 行了 知道错了就行 我已经让你爸买了一个平板电脑 这样你们以后就不用择了 把这块 去把电脑给拿来 我说你怎么让我买平板干嘛呢 我现在就拿 妈 平板很贵的 要不还是退了 对呀 我都知道错了 以后不能演习电脑了 没事 我让你爸在这儿上买的二手的华为平板 买的派的11 才花了一千多 比新机便宜了一千块钱了 对 你们姐弟俩的都大了 对吧 以后用电脑的地方也多 买个二手的又便宜又划算 看着质量跟新机一样 而且还有官方验机报告 保修一年还有七天无理由 这平板都买过来了 你看这 报销 要快 谢谢你们爸 谢谢爸 哎呀 这有啥 这是 报销 放会 谁当家 谁出钱 啊 李彤 扫起 哦 说 一 二 四 今天这个家庭会议呢 主要是趁着过年 给你们叔叔和小姨送些东西 前段时间呢 爸爸妈妈生病 他们帮了我们一家很多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感恩的心 去思考脚本的敷衍啊 妈 嗯 何友情你说 你和我爸生病的时候 是叔叔还有小姨照顾了我们一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送的礼 心意一定要到位 嗯 说的不错 那你觉得我们送什么好呢 妈 我觉得送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意 送钱不行 我都送过了 他们不接 那你不要直接送 你可以把那个饼干盒子 然后把那个钱放到饼干盒子里面 然后他们一打开 你就好了吗 猜出了 那电视剧里面都这么演啊 妈 我不同意 电视剧里这么演的 都是反卖的这么干的 对 我也不同意 那万一他们专手送给别人呢 那你们俩有什么好主意呢 我还没想好呢 我弟和你妹不是喜欢锅潮吗 嗯 我觉得咱们可以送他一个 敦煌博物馆和好利友联名的礼盒 你看 这礼盒多漂亮 这些敦煌包装还挺好看的 扫内袋上的爱维码 还能出现六种不同的锐兽 什么九色鹿 仙鹤 猪雀 狮子 琵琶 还有锐兔 可以听锐兽故事 还能玩互动游戏 得优惠券呢 而且除了李玉 霞瑞礼盒 还有好运开年各种价位的礼盒礼包 都是好利友这样的经典产品 又好吃又有国风元素 春节送礼多有面啊 嗯 是不错 嗯 是吧 我也贼拉喜欢这个 不过这个礼盒 你哪来个钱买的呀 妈 我知道 这是我翁阿姨偷鞋给我爸的 出航日感谢上次我爸给翁阿姨帮我 你 何志卉 你怎么又给翁阿姨吃上了啊 没有问题 然后解释 你们俩 先出去 你怎么快点出船啊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们再打手